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啊 你们长大一点 会用到显微镜 你们去观察糖的结晶体 它就会长这样 糖在显微镜下的结晶体就是这样 啊我们就把它放大 蛤 这不是要放什么 这个告诉你们就是说 糖的结晶体放大以后就是这样 然后 糖的形状 糖你在显微镜下面 就这样形状 然后糖从哪三种来的 除了甘蔗之外 还有比较 天气比较暖的地方就是用甜菜 然后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 就可能用到凤梨 所以我们主要三种 应该就是甘蔗 甜菜还有凤梨 甜菜是比较红红的